你好 歡迎來到這裡只有上關玄 水玄今天要開箱什麼?台東幸福住宅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記得幫水玄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影片正式開始 你好 歡迎來到這裡只有上關玄 水玄今天要開箱什麼?台東幸福住宅 因為水玄這一次跟台東縣政府有一個合作 叫做來去駐台東 它是一個網紅企劃就主要是宣傳台東 然後本來以為是跟政府合作 它那個住宅提供的住宅就會比較一板一眼 很舊式啊 很普通 人一來才發現完全不一樣 它這邊的話是我們台東縣長 特別選的一個設計師設計的 那走的風格是有點北歐風格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他們的客廳 看不出來吧 這個品味竟然是政府立案的東西 這一個是它的沙發區 然後一進來就可以聞到香香的味道 因為它有放一些香粉的花瓣 我們今天入住的規格 它是兩間房間的格局 那我們先帶大家來看這一間 這一間是兩張單人窗 噔噔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的地方是 它的窗旁邊都是有插座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夜燈 然後側邊的話是有一個辦公桌 也是有小夜燈 然後可以掛衣服啊 然後還有像這種掛絲巾 它兩間房間都有附吹風機 它這邊的話有提供沐浴存入 這個叫做小村圓圓 台東在地的上家 那我們去看另外一間房間 噔噔噔 噢對 它廁所也有兩間喔 這邊有一間 然後主臥在這 還有彈性耶 我以為會很硬 對不起 我一直覺得 就是政府的東西 應該是比較古板的 這樣這影片會不會被政府下架 然後這邊應該是有一個桌子 它裡面的話 一樣有附剛才的存入 然後還有這種附小屏的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細心的 然後環境整個也不錯 然後這邊也有廁所 我們來看一下 對了 還有這個 這個叫做竹杜蘭 這是他們的手工罩 然後它是由小米酒添加的 味道還蠻舒服的 要支持在地產業 真的 幸福住宅 它其實就是一個 算是小家庭室 他們這邊除了有客廳 然後兩間衛浴 兩間房間之外 它其實還有像這個 開放式的廚房 餐桌區 然後跟這邊 非常的聚全耶 你看 熱水壺啊 然後或是像這種平底鍋 都準備好了 再補充一下 幸福住宅 它是有陽台的 然後好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 是它的熱水器 有沒有 它是在外面的 因為像之前看新聞 熱水器是裝在浴室裡面 其實蠻危險的 我覺得政府的東西其實還不錯 然後選選最新啊 就有在看一些災難影片 所以建議大家 不論是買房子 租房子 或是出去玩 要訂房間 一定要記得什麼 就是看它的 防災 比如說像這邊 有一個樓梯 然後這邊有一個 滅火器 然後平常的話 就是電梯出入 那除此之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 緊急逃生出口 這邊打開之後 它也是一個 一個 一個樓梯 所以它的桃酸的部分 都畫得還蠻好的 然後這邊 就是 防火鈴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 出門在外 就是 安全為重 現在是晚上的7點半 然後我們已經跟幸福住宅 簽完合約 也開箱完了 那現在的話就是到 台東的車站 這邊佈置得很漂亮 上面的話就是 他們特有的 熱氣球造型 然後這邊還有一種硬幣 圖騰式的 然後一根獨木舟 那我們為什麼現在還要來 台東車站呢 因為我們要來接米尼 耶 我們來火車站接米尼 我搭了 一百年的 車子終於到了 我真的好累喔 它 因為計程車的關係 然後錯過了12點的車 所以我就坐自由座 你知道自由座就是沒有位置的意思吧 我直接坐在地板上 而且換了三個地板喔 大家不要學喔 因為坐地板其實很佔位置 而且很危險 真的不要學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去吃飯 那我們走囉 現在來到台東的四圍夜市 耶 她是CC 嗨 剛才介紹過米尼了 米尼 睫膜炎 Let's go 我們來到四圍夜市 點了一個蠻好吃的藥膳 排骨 欸這一間好吃耶 而且它肉很多耶 通常排骨都是一堆骨頭 因為她知道你需要補一下 我們來買糖葫蘆 我們來買糖葫蘆 好 澱粉跟糖類的 乳液 你買什麼 吃蛋啊 我買了一杯綜合果汁 它是巴勒木瓜加鳳尼 好營養喔 那為什麼要買果汁 因為要支持台灣的果農 對 好讚 台灣水果 世界最好吃 現在很晚了不用喝菜 我們點了這個肉醬熱狗飽 然後這個有加起司 65塊 你吃一口看看 咯 好多了 什麼味道 熱狗飽的味道 可是那是看著肉醬是香的喔 彈膝 YA 以上就是我們今日的台中開箱行程 之後還有一些行程我們也會拍影片 記得要按讚、分享加訂閱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